各位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度收看操盘高手 我是高宪荣 您现在收看的节目是我们在4月11号 跟大家所做的专业台股报告 继续提供大家最专业的解盘分析 希望对您的操作能够有所帮助 当然也都欢迎大家 当缘分到的时候 让我们一起来征服国海共创双赢 好今天大盘走势的部分 指数还是比较胶着一点 开出个小涨10点之后呢 一度翻黑但是也只跌38点 拉高上去翻红最多也涨69点 几乎就在平盘附近狭幅震荡 收盘稍微拉高涨个37点 以15913点做收 量今天稍微回温一点 来到2176亿 不过今天大家最关心的一档股票 是谁呢 当然就是我们的台积电 护国神山台积电 公布出来三月份的营收 结果呢 意外的创下了17年来的新低 那让整个这个 这个庚正强应该17个月来的新低 让整个第一季的合并营收 5086亿是比之前猜测的这地方 5126亿到5372亿 呈现这地方略低一些 等于说连猜测的低标都没有达到 到底台积电发生了什么事 那如果说想要长期投资台积电 这个地方还能够继续跟他这地方抱下去吗 未来到底要注意什么重点 好我们今天针对台积电的部分 待会就会来跟大家做详尽的说明 不过节目一开始 还是要先这地方按照管理 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现容老师今天快打当冲作战 在指数胶着的状态 是不是能够继续利用稳扎稳打的当冲 帮货员朋友掌握赚钱机会呢 好继续来看下去 那昨天礼拜一 黑大盘也是那样说整理 我们锁定了5222的全讯 在早盘拉高大户趁机出货 转弱信号出来之下 昨天跟着卖在196以上的 杀下来192买回 赚回4块价差 6张昨天很多人绑自己加薪了2万4了 那今天呢礼拜二 我们再来锁定一档 这个6266的一个这个 泰勇这张做印刷电路版的公司 这两天有利多见报 公布出来三月营收 创了历史新高 报纸还说 还有董监改选这个一个行情 那泰勇的股价 哇 昨天飙上了涨停 创了历史天价 但是注意到 昨天股价锁住涨停板 其实买盘 这地方疑似又来自于我们常说的 短线喜欢做隔日冲大户 而今天早盘利多见报开高之后呢 首盘却是出现一个空方量 那这第一盘这个量是黑的 代表这是一个空方量 代表今天高档其实是有压力 而一度又出量拉高上去之后呢 第一档好像还有大笔的尾马单 看似马盘强劲 吸引散户在抢劲追高之后 又跌落了大单成本 反弹未过前高之下 由大户拉高出货 转弱讯号出来 因此今天的泰勇当别人看到昨天涨停 又有这么大的利多 营收创新高 又有董监改选大股东回补行程 这当然要用力的码压 当大家在用力的追高的时候 我们再度采取 县荣老师所说 整理盘胜率最高的反市场操作 别人追高 我们反而短空 当冲采取先卖后买的策略 来看一下 这是今天早盘9点18分就发出的指令 快打当冲标的 所以今天短空6266的泰勇 技术面转弱讯号出来 我们定价42.4到42.6之间 先做卖出的动作 停损目标也都定下来 勤务以市价追高杀低 所以你看到 县荣老师给会员配偶操作的指令 做什么股票 代号多少 要买要卖 重点是价位都定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不是说像有些老师一样 报一档股票给你 叫你市价去追高 手脚慢一点 通通都马是大涨了 才在帮别人抬轿 对不对 那我们不是 我们价位都定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当然有些人会说 那这样会不会做不到 做不到 顶多今天没有赚嘛 对不对 那我们也会诚实报告 重点是如果说每一个会员朋友 每次收到指令 就市价追高买进 市价杀低 那很容易怎样 惊动到背后大户 人家大户本来要拉了 一堆散户在追高 就不拉了 甚至出货的都有可能 对不对 人家本来要杀了 一堆散户先杀了 人家可能反手軋空都有可能 反而容易被对坐 到最后变赔钱 对不对 所以我才会提醒大家 不要用市价追高杀低 免得一方面你的成本会比较差 长期下来累积也是不少钱 二方面万一惊动到大户 被对坐反而容易赔钱 那今天有没有做到 好继续来看 9点18分就已经发出指令 这个地价短空6266的泰勇 42.4到42.6之间 先做卖出 后来这地方到了9点50几分 哇刚好一波急速拉高上去 最高来到多少 42.8 所以我们定价42.34到42.6 是不是卖单全部又都能成交了 平均今天可以卖在42.5 卖完之后一波拉高完 开始这样反手又急杀下来 这个地方到了12点多 最低来到41.65的价位 不过今天盘市比较焦灼好那我们是建议会员朋友 42.5元好找盘42.5平均短空先卖在42.5的泰勇 当时42块以下来做买回 所以今天还赚的不多0.5元的价差 那小赚入贷为安 也不要小看这个地方 这个0.5元 因为它低价股 假设今天做个25张 这成交了好几万张 我们做个25张好了 那做个25张 百万额度操作 今天一张500 一天也有12005左右 那你想一想 假如你把100万拿去银行 这地方升利息 放定存 你要放多久 放个一整年 差不多也才1万左右 对不对 那放个一整年1万左右 现在物价又涨得越来越快 对不对 通膨至少就2%3% 这还是最保守的 连茶叶弹都已经从10块涨到13块了 你钱真的越放越薄 对不对 放个一整年才1万多的利息 而我们一天就利用快打当冲桌仗 帮很多投资朋友 一天就可以加薪个12000左右 又稳扎稳打放进口袋 那这个礼拜 两个交易日 我们两次出手 都能够顺利的赚钱 继续利用我们所说的 当个快乐当冲桌 用当天的进出严控风险 用有纪律的短钱操作 来达成长期而稳定的绩效 这礼拜两个交易日 我们两战两胜 昨天全训 这地方很多人 帮自己赚了2万4回来 今天做个这个地方 泰勇再赚个1万多 继续稳扎稳打的掌握赚钱机会之中 那兔年到现在为止开红盘 指数这样来来回回来高档震荡 我们的累计报酬率已经达到了多少 33% 就是假设你每一档都用100万出头 券商给你额度499 499万 你也不要用到满 不要一次下个三四百万 你只要一档100 100 跟着现龙老师 这样操作下来 到目前为止 很多人已经这地方 从过完年之后到现在 帮自己加薪了三十几万了 那如果说投资朋友 你也想利用这样的方式 帮自己稳扎稳打 多创造一份薪水 用当天清出 严控风险 用这个地方 这个稳定的操作 用短线的进出来达成这地方 长期而稳定的绩效 那都欢迎大家 认同我们操作理念的 缘分到的时候来找我们 我们一起在股市当中 来掌握赚钱机会 欢迎大家 接下来跟上我们的脚步 好 回来谈到 大家最关心的台积电了 那还记得台积电 在去年十月份 杀到三百多块的时候 那时候法说会当中 跟大家提到 第三季的毛率超过60% 第四季的营收维持高峰 但是也下修资本支出 到360亿 当时我提到 这其实已经代表 台积电承认 景气不如原先的预期 所以看起来 法说会的重点是中性的 有好也有坏 但台积电当时的一个这个状况 已经代表说 对未来景气的掌控能力 似乎不如从前了 那股价的部分呢 当然因为之前法说之前 就已经先杀一波 从五百多杀到三字头了 那我说过 台积电只要法说前先杀一波 法说之后 再有利空也给他破底一下 那么反定完利空没多久 就有机会开始反弹了 但是记得 长线不确定因素很大 所以我们当时说就是一个反弹了 试之 后来股价 真的真的法说完 又杀下去 但是那一天395 最低三到三百七之后呢 哇就开始一波的一个大涨 但是涨到十一月中 当时在地方发生了一件事 巴菲特旗下的播客下 说他在第三季 大买了六千万单位的台积电ADR 那股价也在这个消息出来之后 强力反弹大涨了三成 全市场一片看好 但是我还是说过 长线竞争力虽然战然强大 但是你希望台积电继续高速成长 很难了 因为后市还是有两大风险 第一个就是明后年 指的就是今年明年 晶圆厂新产能会大量开出 全世界的晶圆新晶圆厂 都在这个扩充产能之下 半导体的供过于求 将会在这个地方 未来两年正式的迈入寒冬 而先进制成投资成本又越来越庞大 那看到7纳米的这个产能量率 反而急速下滑 代表什么 接单的蜜月期越来越短 设备投资回收 未来将会越来越难 这是我对台积电当时提醒大家的风险 所以我说过 台积电当然长线竞争力仍然强大 但是你要指望台积电继续高速成长 恐怕很难 所以股价仍然是以这个地方大涨三成 我不会因为说巴菲特大买台积电 我就去看好 那反弹到哪里 压力也跟大家讲过 年限到两年限 位置大概在526到56550之间 这是去年11月就跟大家做过的预告 那后来果然继续的反弹 涨到过完年之后 上二月份最高来到546 这时候利多出来了 圆月营收重登2000厘 写下同期新高 而且逆势双升 延增率达到16% 当时是利多啊 对不对 那我说过 这时候反弹目标 两年限 526到550是两年限的位置 当时刚才讲过嘛 对不对 这时候已经涨到546了 目标达正了 那记得来回震荡格局不变之下 接下来就要反市场操作 反市场操作就是 有利多大涨了 你反而要站在卖方嘛 那下一次买点 要等到下一次市场 又有恐慌卖股票的时候 这才是台积电最好的买点 这一点 这当时我们盯过 要提醒的 所以现在台积电公布出来 第一季的营收 低于这个原先的猜测目标 这一点并不意外 因为我之前就跟大家讲过 台积电对未来营运的掌控能力 这地方是已经不如从前了 这去年10月就已经跟他提到过 所以他定的猜测目标 这地方没有达标 这其实也很正常啦 但是我比较在意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这次台积电 这个公布出来三月营收 1454亿 这地方低于二月份就算了 跟去年三月份的营收 1719亿比起来 也减少了15% 年增率居然大减了15% 台积电已经不是过去这几年 大家想象的营收都会持续稳健成长 那上一次台积电营收出现衰退是什么时候 好我们来看一看 这张图就看得很清楚 这是在2018年12月到2019年的5月份 好那时候大概是因为 iPhone的销售好不佳 因为2018的时候 iPhone推出了这地方 十周年纪念款iPhone X 有点这地方 当时我说过 所有的一个这个 能够用的手机新科技 全部用进去了 那再来就很难再高成长了 所以后来再推出什么 iPhone 11销售都不好 对不对 那也因为当时苹果 就是台积电最大客户 所以iPhone销售不好 当然台积电 这地方业绩也跟着掉下来 连续六个月 YOY就是年增率 都是呈现衰退的局势 那一直到了2019年 6月到20这个之后呢 因为台积电在先进制程 75纳米 5纳米 3纳米 都已经技术甩开对手 那时候Global Funtory 都说退出这地方 7纳米的竞争 对不对 所以等于台积电 在高阶制程 先进制程 独霸天下 而这时候 因为高速运算 当然里面包括了 当时很红的挖矿 会图卡 这些 还有5G的需求 还有数据中心的需求 在崛起 而这些都是需要用到 最先进的制程 那也因此台积电 在独吃这些订单之下 接下来连续三年十个月 营收又YOY年增率 都呈现了正成长的走势 哇一连串的拉糕 这个营收都是持续的成长 但是发现到 到了三月份 营收YOY再度出现衰退了 这个部分 当然除了台积电说 这是因为手机的需求不好 因为个人电脑的需求不好 这我们之前都知道 都跟大家讲过 但是 原本靠着高速运算 靠着5G数据 靠数据中心 撑起来台积电营收成长 好像也没有了 对不对 是不是代表 现在靠着高速运算 5G跟数据需求 它的景气成长的高峰 也已经过了呢 这是我认为 这次台积电营收 接下来表现不如预期 最要重视 那如果是这样的状况 那代表说可能高速运算 5G数据中心 这波的景气循环 也已经达到高峰 那接下来就要有新的成长动能 来推动 不然台积电营收 可能在接下来 要继续的往上大幅度成长 不容易 甚至还有期许衰退的可能性 这一点先提醒大家 当然这个股价的部分 我之前都说了 这地方 这个未来台积电 注意的就是 新的大量的晶圆厂 新产能开出来 半导体还会这个 更明显的功过于求 这景气的寒冬 恐怕没有那么快结束 而先进制成 投资成本又越来越大 未来要回收又越来越难 这一点都是台积电 我认为要小心 所以我认为你要买台积电 它现在就是一个来回震荡 记得反市场操作 等哪一天市场又有恐慌 再卖股票的气氛 再来减便宜就好 那现在我觉得不用急啊 简单的这么说 那当然这个部分 回到大盘的部分 来跟大家聊一聊 那指数的部分 去从这个当去年11月 杀到12629低点的时候 全市场一片恐慌 我都说过 你观察台币 已经守住这个地方 32.335 出现指贬去它了 而指数在破底的时候 指标没有再破底 低档背离 开始向上 加上年限两年限 那时候的位置在 16100到16300 乖离高达3600点 所以我当时说过 全市场最恐慌的时候 反而是让你怎样 减便宜 那大盘接下来会有机会 可以持续反弹 修正我们所说的 富败离 但是现在指数 已经从12689 13附近 涨了3000多点 两年限也差不多快到了 最高来到15951 对不对 16000你说再上去 也不多了 对不对 所以现在 现在高档来回震荡 那高档来回震荡 当然我说过你要小心啊 每次长虹突破 他可能就是要诱玩多 诱玩多就可能再反手杀多 反而哪一次长黑破下去 诱玩空才会反弹大涨 所以你在这种行情里面 凭感觉涨了就追 跌了就杀 很容易反复受伤 这一点先提醒 那当然未来的关键 就在台积电 546能不能够过去 4月20号的法说会 能不能够厘清这地方 接下来业绩下滑比率 这是一个重点 但是我看没有那么容易 那如果台积电能够过546 多方攻击量2500亿出来 台股才有机会真正涨一波 不然就算上去 大概也都很快就下来 继续高档来回 那尤其美国经济 硬着陆的风险仍然偏大 台股整个大盘的筹码面 又对多方不利 现在融券已经被强制 回补在高档了 空头几乎都被嘎死了 融资反而在持续大增 但是量反而缩掉 那就要小心 融资大增散户在进来 量却不见 谁跑掉了 大户退场 这样的状况 对筹码面来讲 对加量结构来讲 的确对多方都比较不利 所以我才会提醒 现在大盘好一点 高档来回震荡 就算过高 可能如果没有多方攻击量2500 还是很容易拉回来 那万一这地方外资热钱 一旦绕跑 可能在行情 嘎完空就开始反手杀多 而且可能又杀得又快又急 所以才会再三叮咛大家 现在我们当然要努力靠股票来赚钱 来抗通膨 但是风险意识更要有 那么想要降低风险 又想要稳扎稳打 掌握赚钱机会呢 最好的操作策略 当然就是我所说的 快打当冲作战计划 因为我们的当冲 再强调一次 采取盘中满手赚的决手 盘后空手高枕无忧的策略 这样才能够帮你把风险降到最低 当然很多人都说 可是报纸其他人都讲当冲风险很大 如果有人告诉你当冲风险很大的话 那这代表两件事情 这个人当冲犯了两个大错误 第一个过度扩杠杆 你可能没有本钱 你也在跟人家玩当冲 或是你只有二三十万 你也跟人家下个两三百万三四百万 或是你有两三百万 你确实都下一次的两三千万 那当然都叫过度扩大杠杆 那第二个 看错就想要凹单 都没有再设停损 那如果你犯这两个错误 我会跟大家讲 不管你做的是当冲还是做波段 风险都一样很大 因为你做波段 如果你也在用融资扩大杠杆 你有四十万本机玩一百万的股票 看错又不得不懂得停损 又凹下去 那只要股价跌个四十块 四十趴 对不对 一百万 一百万的股票 跌了四十万不见 你的本金就全部没了 你就被断头了 你一样写本无归 那个风险不是很大吗 相对的 我们做当冲 对不对 如果你懂得设好停损 又懂得这地方 这个量力而为 你说你要连续错个 每次错个一趴 顶多两趴 你要连续错个五十次 有可能的事情 不可能 对不对 如果你有办法说 连错五十八 你也来找我 我会把你奉为上宾 因为传说中的地狱倒霉鬼 你只要跟他对错 你就能够怎样 八把顺了 所以我会强调 甚至做波段 风险更大的是 如果碰到股价 连续跳空重挫的时候 你可能想停损都来不及 而相对的 因为我们当冲 是用当天的进出 来严格控制风险 我们看错一趴多 顶多两趴 不要超过两趴 马上就跑 对不对 这样把风险降到最低了 又用有纪律的短线操作 来达成长期稳定的绩效 关键是在于 我们每天按照专业SOP 第一步观察盘式决定多空 找到符合条件的个股 确认转折才果断出手 并且遵守纪律 理性操作 所以有攻击机会 我们也做短多 对不对 像3月30号 我们做这地方6285的起机 当时还有利空见报 但是发现外资已经连8买 投信也在油卖转买 而股价在大户洗完盘之后 再度进货 转强讯号出现之下 我们建立会员朋友 短多先做买进 对不对 一早趁着大涨上去之前 我们建立会员朋友 短多6285的起机 技术面转强 定价98.5到98.1之间 先做买进 一样你都不用市价去追高 对不对 9点22分发出指令 一波拉回来 最低到多少 98块 我们98.5到98.1 买单是不是全部又成交了 平均买在98.3 等到急拉大涨上去 别人再追高 我们已经坐在脚上 等到大涨上去 我们已经可以在102.5 建立大家 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98.3买进 102.5卖出 4块2价差 百万额度 做个12张 100万出头 一天就帮自己加薪了5万左右 开心赚起来 收盘还收到涨停103.5 我们至少就4块2的加差 获利如大 12张一天加薪5万 碰到整理盘 我们也不急 上礼拜五建立大家休息一下 那这礼拜两次出手 昨天 5222的全讯 发现这地方大呼拉高出货 转弱巡号出现 我们昨天卖在196以上 对不对 打下来这地方192买回 4块价差 6张也是加薪2万4 一天加薪2万4 今天太勇赚得少一点 0.5元价差 42.5卖出 42以下买回 对不对 25张也有1万多 1万2左右 就是这样稳扎稳打 用当天的进出 严控风险 用有纪律的短线操作 达成长期稳定绩效 兔年开红盘以来 虽然不可能保证大家天天稳赚不赔 有赚一定有赔 我每一笔都诚实报告过 重点是在盈亏相抵 赚的扣掉赔的之后 你看到兔年开红盘以来 累计报酬率已经达到33% 就是假设你每档100万左右来做操作 对不对 兔年开红盘以来 帮自己加薪个三十几万 不是不可能梦想 如果说投资朋友 认同县荣老师这样的操作方式 也想利用当充稳扎稳打的 帮自己多创造一份收入 多加一份薪水 来提升你的生活品质 实现你人生的梦想 不要再犹豫不决 就从现在开始 广告休息时间 就欢迎来跟我们做联络 休息一下第二阶段 马上再回来 运达同步极品超盘团队 由邝老师亲自带领 专业用心重诚信 提供给您最用心的解盘分析 最前瞻的产业观点 下期分线 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同步 吴嘎老师 极品操盘团队 入会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现时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 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2781-0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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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达同步 真心照顾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迷失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鼓动乾坤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再提醒大家 台北股市目前大盘高档震荡 凭感觉追高杀低 很容易反复受伤 更要提防 会不会在筹码面对多方不利之后 嘎完空 开始要反手杀多 所以赚钱 当然我们要努力赚 才能够抗通膨 但是风险意识更要有 那么想要降低风险 要稳扎稳打 场合赚钱机会 跟着我们采取 盘中满手 盘后空手的快打当冲 依旧是大家最好选择 我们的当冲 每天提供最多两档当冲股给你 清楚地告诉你 该先买先卖 清楚地提供进场价 预设停损获利目标 没时间看盘 老实帮你看 到了下简讯通知 无论如何 当天进当天出 今天太勇 发现大户拉高出货 转弱讯号出现之下 一早建议大家 42.5来做卖出 卖完之后 反手下杀 42元以下买回 今天25张 一样能够小赚个12,000 这个地方稳稳地放在口袋 昨天全讯196卖出 杀下来192买回 是6张24,000的机会 当然目标还是像上礼拜的奇迹 对不对 一口气埋在98.3 拉高到102.5卖出 4块2价差 12张一天就加薪5万 就是像稳扎稳打 利用当冲 多创造一份收入 多加一份薪水 开红盘以来 累计报酬率已经超过三成 想要把握这样的赚钱方式的投资朋友 都欢迎大家 指名加入 由我亲自代理的 极品操盘团队 让我们一起来征服股海 共创双赢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